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6月23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是现场实作教学直播 在直播之前 我们先放一段原始点的运动片 动一动之后 我们的直播就开始 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 有新加坡还有吉林 下面分享腿部的练习和后弯的练习 我们脚分开 把肋骨退回来 胸腔和盆腔是在一个垂直线上 微骨卷 尺骨上皮 这样大腿肌肉就容易上皮 膝盖骨上皮 臀肌收紧 在这个基础上 慢慢的手去找地板 找不着地就扶腿 或者扶一个凳子 然后肩胛骨往前包裹 在这儿保持 在这儿保持 1 2 3 4 5 6 7 8 2 1 2 3 4 5 6 7 8 好 我们做个侧弓步 弯曲一边的膝盖 另外一个脚 脚尖朝上 这个肘关节 把旁边的膝盖 向外推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然后换 3 2 3 4 肘关节 记得往外推 这个膝盖 5 6 卷为骨 收肋骨 7 8 4 2 3 4 5 6 7 8 然后下一个双手足 然后两个膝盖往外分 1 2 3 4 5 卷为骨 收肋骨 7 8 2 2 3 4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 好 身体侧过来 弓步 慢慢向前 你会胯跟的 这个大腿面舒展 1 2 2 3 4 5 6 7 8 不要翘臀 要收肋骨 攻背 5 6 7 8 然后再继续成胯 2 2 3 4 攻背 收肋骨 5 6 7 8 3 2 2 3 4 5 6 7 8 然后往下沉膝盖落地 也可以手足地 左手转右脚 左右脚晃一晃 1 2 2 3 4 5 6 7 8 也可以不动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1 2 2 3 4 5 6 7 8 然后往下沉膝盖 回退 旁关节向后 所以两个臀都是平的 保持收肋骨 攻背 1 2 3 4 5 6 7 8 别憋起 2 2 2 3 4 呼吸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 鸽子式 这个脚也可以45度 也可以这个脚到90度 那重点是肋骨收回来 那重点是肋骨收回来 攻背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6 7 脚心是朝旁 不能朝上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2 3 4 5 6 7 8 慢慢收回 慢慢收回 双手住地 再这样停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1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旁边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1 2 2 3 4 5 6 8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7 8 4 2 3 4 5 6 7 8 一手主折收膝盖 一 腹肌 3 4 5 6 7 8 收腹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 小心对小心 双手扶着脚 然后膝盖往下颤一颤 肋骨退到骨盆的上方 1 2 3 4 5 6 7 8 8 2 2 3 高一点没关系 5 6 再高一点也没关系 3 2 3 4 5 6 7 8 宫背整背骨 4 2 3 4 5 6 7 8 反面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最腿后侧得到舒展 3 2 3 4 5 收肋骨 6 臀肌收紧 4 2 3 4 5 6 7 8 和字是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左腿提一提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修复 3 2 3 4也可以低 5 6 7 8 4 2 在这也行 5 6 7 8 旁边也可以低的 1 2 3 4 5 6 7 8 也可以高了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 刚才踩地 手指尖朝后 把髋关节推起来 1 2 3 4 5 6 7 8 好 慢慢跺 换个手 手指尖朝后 把髋关节推起来 1 2 3 4 5 6 7 8 慢慢跺 好 我们躺下来 头顶地 手放在这 1 2 呼吸 3 4 呼吸 自由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可以推起来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 慢慢 一点点落 2 2 3 3 4 5 6 7 8 深深腿 双手放 公背 收肋骨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换个脚 拖着脚 拖着脚 转脚 转脚腕子 1 2 3 4 抓着脚趾头 5 6 7 8 往回 2 2 3 4 5 6 7 换 3 2 3 4 5 6 7 往回 4 2 3 4 5 6 7 换个脚 拖着脚 拖着脚 这个手抓脚趾头 转脚腕子 1 2 3 4 5 6 7 8 反面 2 2 3 4 5 6 7 换 3 2 3 4 5 6 7 换 4 2 3 4 5 6 7 换 4 2 3 4 5 6 7 4 2 3 4 5 6 7 5 2 2 3 4 5 6 7 向外转 1 2 3 4 5 6 7 向外转 2 2 3 4 5 6 7 向外转 2 2 3 4 5 6 7 向外转 1 2 3 4 5 6 7 向外转 1 2 3 4 5 6 7 向外转 1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辛苦了 老师好 在新加坡开始之前 我们预告一下 我们预告一下 就是这次 2024年 张医师东南亚首法研习会的 会前学习营 是在 2024年7月 19到21号 举行 那我们现在请 这一次的主办方 东南亚张召汉原始点基金会 负责人 张财源学长 报告学习营的报名情况 好 财源学长 请您开始 我们先讲讲这个东南亚 首法交流会 在7月 7月19 在马来西亚巴生主办 然后目前报名的人数 大概有30多位 我觉得东南亚有很多人 这些推广点非常多 只是报名的人不多了 他们我觉得他们觉得他们的手法 都已经做了这么多年 可能他们会感觉是 手法这么多年都这么做 那么还有要学习的吗 在这里呢我想呼吁一下 因为我们跟张医师基金会 这么多年从疫情到现在 大概都有四五年 那么其实改变是非常大 我过去的一年去过马来西亚 然后前两个礼拜去 一年巴当岛 巴当岛 有些志工他说他跟我 不是啊 他说他推广按推了有差不多 八年 然后我就测试了一下他的手法 大部分跟我们去之前去马来西亚的 都差不多一样 手法非常的重 按起来呢 几乎都是我们以前老旧的手法 按道患者会很痛 可是患者其实不知道对跟错的 他觉得说痛就是对的 当然痛他也会好 也会解症 可是有这个必要去受这个痛苦吗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原始点 这几年来都一直在在把它提倡说 我们要以最轻松的方法 让患者在最轻松的情况下解症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正我们 云始点在推广 一个比较高境界的一个 这个按推方法 然后不用让患者承受那些痛苦 来解症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我们需要 再来呼吸一下 所以我呼吁更多东南亚的那些志工 不管你是哪一个推广点 然后或者是你在为民服务的 你在认真的帮人家解症的 我都欢迎你来报名 来交流一下 我们先把我们这几年 这五六年从基金会学到的 先给你交流一下 然后到年尾呢 或者是明年初 我们再请张医师过来 给大家见证一下 这个再审核一下 如果你没有被我们 这一次的交流会提升过的 然后你就 成那个很久以前的手法 然后 要来给张医师去审核的话 我觉得这个会浪费张医师很多时间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先让大家来 来学习一下 呼吸一下这个新的手法 然后到时候张医师有来跟大家见面的时候 然后距离不会差的太远 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 而且是应该这么做的 所以我希望张医师也在这里给大家呼吁一下 有兴趣来 来学习新的手法 然后将来 要跟张医师见面的 大家报名来参加 我会非常乐意的接受他们来一起交流学习 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张医师 好 谢谢财连 确实是有必要 因为如果以前的旧手法 他用蛮力不一定能够按到深层 然后患者会增加疼痛 所以手法的改良 其实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痛 而且也对解症会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他们如果能够事先来 跟财员你们这些志工交流 我想应该是最好 那我乐意如果说因言俱足 我也会过去 这样 好 谢谢 谢谢财员 谢谢张医师 老师他这个叫做 这个会前学习营 也就是他们先来交流以后 然后老师这个年底有机会过去的时候 这些有来参加培训的人 就可以优先录取参加张医师的培训 是不是这样子财员 是的 是这样子的 要不然那个没有来学习过 你就要张医师来跟你交流的话 这样会有一个距离了相差太远 我觉得就不太是 完全同意 那老师我们接下来新加坡有提问 他们要问老师一个问题 还有也要分享一个案例 好 新加坡 Kent 你们可以开始了 老师 老师早 好 最近我们就有一个学员来 他是淋巴水肿 那两只脚肿脏 然后整个是很大的 就大概十年了 那当中他动过大概三次的手术 就是要从大腿 两只腿的淋巴 就有切除等等的手术 那里面有那些脂肪堆积了 让整个脚也是非常肿大 然后也做了几次那个吸止的那些手术 就是做了好几次的手术 再来就是当中在这十年里面 也有发现子宫癌 那也切除了子宫 也做了化疗等等的 那他这十年里面 就是被他的那个 腿部那边的问题困扰 那是走一阵子就非常肿脏 然后就西医方面 已经没有办法帮他治疗 就说你要一直就是 就要这样继续的忍受下去 那朋友介绍原始点他就过来 那我们帮他处理的时候 这里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们看见他的时候 我们要做诊断嘛 他的体力大致上都非常好 他人就是蛮大致的 只是说走久了之后脚肿脏 他就尽量的就是坐下来 不要让脚那个部分就会非常不舒服 那我们诊断大致上他的体力很好 虽然是脚那边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不会把他归为那个重症 可是他的脚那个肿脏的情况 就让他非常的苦恼 我们自己本身就跟他讲说 那个脚的部位就一定有体伤 那热能没有办法 就是说达到那个部位 所以你的问题会一直反复一直反复 然后腹部那边呢 就那个子宫的问题已经切除了 可是还是 里面应该还是有体伤跟热能不足的问题 虽然他体力非常好 可是我们提醒他 他的消耗也一样的大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身体修复 就消耗热能的那个程度 那我们开始帮他处理的时候 第一次他来体验活动 那志工跟他聊了之后就开始就说 不如就先腹部那边 姜粉一推 然后脚也姜粉一推 推了三次一点热感都没有 所以他们就推进来我们重症中心 那当时我就先跟他讲说 你虽然体力很好 可是待会按推一定是很多痛点 所以先跟他涂一遍 涂三遍姜粉一在背部 涂第二遍他已经开始有热感了 然后腹部也是一样 他说之前完全没有热感 那那天好好的跟他推的话 整个身体都有温软的感觉 那我的疑问是 这个也是因为我们在指导志工学习的时候 那一看到他这个状况 有些志工就直接想说 这是异常 那个腿部 那个肿胀的 是异常 可是我们有些就觉得说 因为他会觉得肿胀 可是外面看起来是很硬的 我就摸他的脚的时候 摸他两只脚的时候都是硬硬的 可是他有感觉到肿胀 那他的这个状况是 淋巴水肿 那里面都是 都是有水肿的状况 那我们又有一点困扰 就是说其实有水肿就是身体的那个 排排 就是说排泄的那个水的那个功能也已经受影响了 那脂肪也没有办法排啊等等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那又是体力虚弱的那些症出现了嘛 对不对 所以就大家都有一点困扰 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个 这个这个 患者的那个病症 我们很肯定的就是 他有症 就是肿胀嘛 就不适感 那个脏的不适感 他也有状 因为就是那整个部位就膨胀起来 可是他他肯定也是算是有异常的那个形态了 因为整只脚都是硬硬的 你这样敲敲敲也没有什么感觉 就是整个硬的 所以大家就有不同的那个观点 所以希望老师这一部分可不可以 就是说帮我们解释一下 然后待会有一个视频 我再推他的那个脚的部位 我先放这个视频好不好 先给老师看一下你在按推的那个视频 好我们先放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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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看得到 就是 用顽骨 因为我的拇指都没有办法进去那个位置 对 这样按法是对的 因为面积大 一定是要用顽骨 两个直接贴进去 然后靠身体的力量压进去 然后这样涂 涂得很好 好那这个就是 这个是所有的 这里影片就放完了是吗 对 好 还有 第一个 你说 副副的影片 只是很短的 只是让你确认一下 就是说 这个按推 OK 好 OK 我看一下 那是 那需要找到一些比较痛的地方 我就在那里就多揉几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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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腹部的方法 我稍微补充一下 以前教的时候 你的动作都正确的 就是一手扶在他的肩 对不对 他身体 然后用弓肩部 一手直接推进去 那有时候会遇到 比较深层的时候 如果遇到要按到很深层 才能够找到体伤的时候 那这一手放肩部 就可以放在整集床 那弓肩部就要蹲低 然后把整个身体带下来 所以这个患者可见 这样的按 深度应该 我一看我大概知道 差不多表层到中层 然后要到更深层的时候 有时候就要用 就是弓箭部要蹲得更低 整个身体要下来 所以整个身体要下来的时候 你一手又扶到肩部的时候 就会把患者压痛 所以这时候改在整集床 那这样整个就可以下来 就这个 这个以前教你们的方法就是 一般就是表层跟中层 一般这样就可以按 按得出来 但我也看 最近也看到一个 就是要按到深层 用原来的方法 它肩部这样贴着 它就会不舒服 所以我直接放到整集床 那整个重心蹲低 弓箭部蹲低 那整个身体压下来 就可以找得到 那这样按完之后 患者就舒缓 所以你这些手法没有问题 那如果要到深层的时候 可以刚刚我讲的 再改变一下知识 好 那你们的问题第一个是 问他的脚肿是 那个异常形态还是壮是吗 是 应该是这样讲 这个很明显它脏痛 就已经是属症状了 就好像腹水 你不能说腹部是异常形态 我们没有这样讲的 因为腹已经很脏痛 然后真的膨胀了 你说这个是异常形态 是老的现象 我们异常形态只老嘛 那壮 比如说肿痛 你脚踝扭伤肿痛 那这个肿 就不能说异常形态了 真的就是壮 只是组织受损 你看不到而已 那它就会肿 然后甚至会胀胀 然后痛多数他处体伤 像这种有可能 他处跟患处都有 如果照判定是这样 所以我先回答你 然后我们说的异常形态 大部分还是指西医多 为什么 因为症状我们一看就看得出来了 那异常形态是西医检查出来的 肿瘤啦 肌瘤啦 一些我们看不到体内的 一些不是很正常的 那又没有症状 那西医就判定它是什么病什么病 那我们不认为是这样 我们就把它解释为异常形态 所以一般大部分会比较偏向 只西医的这一部分 那像这个我一看就知道 腐肿了嘛 脚腐肿了就不正常了 那这个肯定是病啊 我不会把它当作异常形态 是这样 好 那再来对于你们的判定 第一个 它到底是轻症还是重症 对不对 你们说它体力很好 这一部分 我觉得可能你们在对重症的理解上 还是有一点 可能还跟实际还有一点落差 比如像这样的患者 经过你这样讲 虽然你还没有放影片的时候 我已经把它断为重症了 我根本不用看 理由很简单 因为它有去化疗 有没有 这个过程中有化疗也有手术 那一般有经过化疗的 体质都被破坏了 我常常跟我们的志工讲 你只要患者 遇到有这样的患者 你就把它断定为重症就对了 那而且它 如果我看到我更确定 刚刚你在涂脚的时候 都已经浮肿了 那我书本上有讲 只要有水肿都是属重症 而且重症已经算是蛮严重的重症 还不是一般的重症 所以当患者回答你体力好不好 他是觉得他还不错 但是他从身体表现出来的 这时候你要相信他的嘴巴 还是相信他的身体 你要有判断 我是相信他的身体 身体不会骗我 他嘴巴是他的感受 但身体已经浮成这样了 那这个而且看起来这么大片 而且肿胀的程度又是蛮大的 我一看我就会把它列为重症 而且如果我们重症有分 一般的重症 再来显向已现 再来命违这三个层次 我起码会把它归到显向已现 而有生命危险 然后又加上听说 以前有化疗手术过 那体质肯定不好 所以很明显 他这些症状 一定也是严重热能不足 严重才会浮得那么大 这个已经完全毫无疑问了 所以你在推的时候 因为他说他体力还好 也就是他还可以承受你 大力再按深层进去 让热源带进去 这样修复才会快 所以我的建议 像这种推重患者很累的 我看你这样 要几位志工轮流 就像季春兰他们 好像有五个人去处理一个人 然后轮流车轮站这样 像这样的患者 你一个可能我认为 可能会太辛苦了 我如果到基金会 我会叫轮流站 但一定要柔深层 那这个我的判断是 我一看他讲他什么体力好 我都不信 我第一个就是把它判定为重症 大概我的判断是这样 那还有问题吗 就照着处理 就是说很重要是让他明白 虽然他感觉就是说很有体力 可是他里面的热能是严重不足的 而且你说经过那么大的破坏 不可能里面的能量充足 假如充足的话身体就会很快的治愈 可是他拖拖拉拉了十年 对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你刚刚在讲 一般涂大部分都没有感觉 你是涂第二遍是吗 他才感觉热对不对 如果你涂得那么彻底 一般人他感觉比较灵敏 体力比较好的话 他是感觉比较灵敏 有时候一次就热了 你还要涂到两次 那就更可以显示 他真的也是真的热能严重不足 所以我会把它认定 是他严重热能不足 而不是一般的重症 我的看法是这样 好 这样很好 OK 你们还要分享一个 就是那个钢琴老师施整的那个 那我们现在就放他的 我们放他这一段 这个是新加坡他们提供的施整的案例 老师这样看得清楚吗 非常清楚 而且真的是拨胎幻腹 是 很明显 对 很明显 他3月20号 然后第二章是27号 再来4月17号 就好这么多 我们再看下一张 这张是脚的部分 其实这个学员 他从小就有施整的问题 一直都是在吃西药 就内固醇吃的蛮重的 那4个月前 他开始停止 因为就已经把他的施整问题 压抑到非常好 可是他一停了内固醇 他发出来了 就整个手 因为他是钢琴老师 他说他把那些学生都吓跑了 真的是孩子们跑去跟妈妈讲说老师的 老师好像怪物这样子 所以他自己也是很苦闹 然后就睡眠也不好 因为养 手养 脚养 全身开始养 就其实一直来都在吃西药 身体越吃越弱 他也不知道 那没有运动的概念 没有热能的概念 那其实我们只是指导他 做得好 其实是他自己 我们指导他按推 按推给他感觉 他知道了 回家都是自己用工具来按推的 所以他会好 真的是自己的治愈能力 提升了很多 所以他是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中心处理四次 就好了这么快 对 其实他来 我们也没有怎么样 就是鼓励他 然后因为他也 全身养的问题也解决了 所以来我们就是保健的做法 那患处的那个问题 他真的在家里乖乖的做 然后运动 有补充热能 他就看到那个效果 来的时候都非常开心 就拿着手这样给我看 然后笑 就这样了 这个案例 今天我们的问题就在 就没有了 所以谢谢老师的指点 我们继续加油 好 这个案例蛮精彩的 是 是 老师还要补充一下吗 我是觉得 他们做得很好 那个施诊 还有包括 刚刚刚那个重症 我觉得在涂姜粉泥 涂得很好 我看习清的手法很好 很 整个动作蛮流畅的 这个施诊 我也是觉得 他如果来试次 大部分在家里 就能够让自己病情好 那应该 新加坡公益点已经来的时候 都有跟他们讲要点 怎么来处理 对吧 要不然不可能好得那么快 对呀 然后他也有 喝姜粉泥 这些热源都有到位 才会好得那么快 所以你们做得不错啊 从果推因应该是这样 好 谢谢老师的指点 不会 好 那个吉林 吉林去春兰这边 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你要打开Mine Mine 对对 听得到声音吗 听得到 好 那个吉林 你上次有说要请问老师 关于那个临终关怀的 这个事情 你直接问 你直接请教老师吧 来 我们要问老师临终关怀的那个 那个病患 我们有详细记录 因为这个病例非常地少 我们就想用这个病例 让很多人能对原始点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好像是很多人来 都是因为 他们都觉得来了 不管是病成什么样子 他们认为是能活下来才算成功 不能活下来 他们就认为就属于原始点的失败 实际上 我们原始点就是一个 医学嘛 人要就是不行了 总是要走的 但是我们用原始点的方法能够帮助他们 临终的时候没有痛苦 走得非常的安详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和图片吧 我们拍了好多 今天没有准备好 准备好了之后 发给伦娜姐 那个 我说的这个病患吧 他是今年 一月份的时候得的病 得的病 他的病就是 上西医那看吧 就是说没得治的那种 因为他在年前乳腺癌手术 他把他手腺 乳腺切除 全部切除掉 这次呢 他来的时候是突然全身变得金黄 就是金黄色的 像橘子皮一样 那我们有拍下来 特别黄的那种 全身都黄了 不能吃饭 吃什么吐什么 然后他们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医院说 他那个这种情况吧 就是 不能治 没有的可能 没有恢复的可能 就是 劝他就这么回家 该怎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到我们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是每天给他 推浆泥 我记得是推了 县岸原始点 然后每天都给他 全身推浆泥的 三四天 推了三四天之后吧 因为他不爱吃饭 他总觉得 他说是 胃的这个地方 堵 就说他吃一口东西 也下不去 然后我就说 那再帮他灌肠 又帮他灌肠了 帮他灌肠的时候 第一次灌肠 他感觉 轻松了很多 他说轻快了不少 因为能排便嘛 然后吃 基本都是在吃红身 那个姜 他就吃不了 他咽不下去 因为不太能吃东西 吃的是红身糊 那第一次吃 他也吐 就是吃完之后 马上就吐出来 他用手 当时他用手 捧了一大捧 就是来不及了 来不及 上尾声间去吐 然后 那个 看他什么都不能吃 就吐这一次 之后 从灌完肠之后 他就不吐了 不吐了 我们还是照常 每天给他 推浆粉泥 全身推 我觉得当时 他那个浑身的情况 反正我 这么多年 见过的病患 他是最硬最硬的一个 因为他是个阿姨 但是他比谁都硬 那个腿 当时那个腿 就跟木头一样 也没有肉感 那个皮肤全都是 就是像 这些蚂闸口 那个皮肤 都是腔 像刺儿似的 长着各式各样的疙瘩 有好几五六种吧 不一样的疙瘩 什么样的都有 反正拉拉巴巴的 那个皮肤就像 刺似的 然后我们就给他推浆泥 他整个腿跟一个木头一样不拿软 那个脚心呢 他穿鞋 自己会滑倒 就是脚在鞋壳里边打滑 他那个脚底就像鞋皮似的 很滑 没有肉感 他穿什么袜子 也都会 一出了就是那个袜子 就会翻到脚面上来 就是 那个脚就那样的 然后 他那么硬 那就是用姜粉泥解决的 把他整个脚 整个腿 然后全身 他的肚子也很高 帮帮硬 他的肚子我在推的时候是 就是心口窝 位的位置 拔硬拔硬的 旁边 肋骨 下面 有一个像拳头那么大的 我这个拳头我就比 也能看出来 他平躺 就那么大一个硬包 然后 肚鳍 那个是一个大硬块 有就是一巴掌 手掌 差不多像我手这么大一块 都是硬在一起的 那整个肚子就那样了 那个 去检查的时候 也就是说 他那个肚瘤 就是全部长满 哪都是 最重要的 他说是个一线 一线那块 那个肚瘤 大夫说 那个最狠 但是我们 我觉得我好像是摸不到的 但是外面这些 我光摸着这些 就感觉他有点 就不行了 那应该他金黄金黄的 那个杆 那个肚子 胆呢 应该都是不行了 他就是 他就是这种情况 我们每天这么给他做 他能起来 就是后来他能起来走 也能爬楼 但是他慢慢的 就是他这个体力 一点点消失 体力不恢复 体力不恢复 但没有难受的地方 哪都不疼 没有体力 那我们也是 就是家人 就帮他尽量的走 也陪着他去 爬几层楼 一直到 就是他临终的时候 前两天 还能爬楼 还能爬 就是三五层楼 也能爬 也能吃点东西 正常上厕所 他只躺了两天 躺了两天 一点痛苦都没有 全家人都很奇怪 很好奇 说他这样的 为什么就会 哪都不疼呢 因为阿姨的姐姐 住在医院里 非常痛苦 他们都很疼 一有病 哪都难受 唯独这个 老阿姨呢 他不难受 哪也不疼 他在 就是临终之前的 一个多月吧 那个面相 是 最吓人的 其实他要是躺在那里 不上他跟前去看 就感觉这个人都死了 他的面相就跟死人一样 但是他能吃 他也能起来 他的思维一点都不糊涂 神志清明 一直到走都是神志清明的 但是他唯独的就是 不难受 看他那样子 有点就像走了的人 他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 很多细节当时 每天都有记录 记录这个前后的秩序 我现在 可能会计算了 就是那个 他这个情况 我会把这个照片发给老师 您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了 他躺在那里 一瞅 谁瞅他都觉得 他是走了 但是他那工作 他还能起来吃饭 又不糊涂 也能去 爬爬楼 直到最后两天 他临着走的时候 躺在床上 他自己 放平 就是仰躺啊 把两只手都放在腹部 同叠着 就那样走了 一点也没挣扎 就是 一点痛苦都没有 然后就像 睡着 睡着 就走了 他是这样走的 所以我们觉得 他走的 非常好一点 痛苦都没有 最后呢 是用原始点 93天 93天 就是说 大夫说不行的时候 浑身都金黄的时候 这是到93天 那老师 这个病例 大概是这个样子 是 其实原始点 他书本上也有讲一句话 他说原始点 他没有办法做到 让人家不老 不病 不死 你有生命一定就是要面临老病死 这个过程 只是有原始点之后 你知道你生病应该用什么方法 让你的身体能够尽快恢复 那老化的问题也是一样 他的因都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而我们也能够用这些方法 让他老的速度比较变慢 而不可能让他以后就不老了 这个也不可能 等到人身体寿命已尽的时候 该走的时候 你也没办法把它挽留 但我们能够让他怎么样 走得很安详很自在 这就是最大的福报 所以我觉得原始点这一句话 已经点出就是 生命就是一定要经历这个过程 那原始点 有了原始点让你会 有病可以尽快恢复 老可以延缓 那死可以自在 那这个就是人生最大的福报 所以很多人会误解 用原始点就以为一定会活 那不一定 那这样就都不死 那这个也违反自然规律 所以你讲得对 那我们原始点的好处就是 一看到这样的患者 我们心里就应该有数了 他应该人生走到什么阶段 等患者要走 他也是清楚的 我们操作的人也是要清楚的 不只他安详自在地走 从一进来大概能够活多久 其实做久了 我们心里都可以 大概可以预知 大概我们尽力做 能做到什么程度 这也是原始点 我说跟其他医学最大的不一样 原始点 大概这个治病的时间约多少 能否治得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在诊断与治疗都有讲 到了治病的范畴 原始点不是什么病都能治 所以当你用尽各种办法 体力还没有恢复 那还是维持原状 那你就要想 这样到底最后的结局会是怎么样 操作者要有判断 那原始点有力所不及的范畴 还有力所人及的范畴 这些都讲得很清楚 所以当你遇到这样的患者 在西医判定死刑的时候 那他已经没路可去的时候 你说93天是吗 前后 那如果这93天已经是 我认为给他很多的准备时间了 准备要走的时间 所以对他们家属也好 患者也好 我认为这个都是一个很好 也很圆满的结束 那原始点 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 如果遇到这样的患者 我来我不会叫他 说你可以活多久 或是怎么样 我也不会讲这种话 大概我如果心里有数 我就是说 那我们尽力做 尽人事听天命 你也不用想太多 有什么需要 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 做最好的准备 那最坏的打算就是 你该交代的你要交代 那交代不是要让你放弃 而是让你做最坏打算 万一救不起来 那你也没有遗憾 那我们也不是要放弃你 所以我们还是继续帮你做 我们做最好的准备 这个其实我一般讲到这样的时候 这个患者是一般 大概我预估都不会活很久 我记得啦 我个人也常常会遇到 您遇到的问题 有一次有一个好像口腔癌的 他已经烂到外面 整个穿进去了 也做过化疗 种种 西医也判定 就是无人为力了 那来基金会的时候 我看他 已经身体很虚 而且夏天还穿长袖 然后看整个情况 我大概心里有数了 那我们的志工说 要怎么按推 我说这个不用按推啊 不需要 就是以热源为主 那按推只是稍微舒缓 因为那个洞都很大 你再大力 它会消耗热能 我觉得这时候 以热源为主 按推为福 那回去听说他照我的话 还有一段时间 几天都活得蛮不错的 然后甚至患者 还起了一个幻想 我这样病是不是还能好 但有一次就是感冒了 我听志工讲 他一感冒 整个身体就垮得很快 然后很快就走了 所以这个都来的时候 我们几乎也可以预测 即便他有稍微好 但都不能认定 这个就可以完全好 还是要注意他的一些后续 那已经烂到这样 我是不觉得他会好 只是他刚好找到一个平衡点 如此而已 这个时候平衡 但是人体 越年纪越大 总会越来越衰嘛 不可能 这个平衡点越来越好 有些是这样 当然有些是会好转 那我们要看 整体来看 那我看到的那一个 我一看我就确定了 他这个应该是 不会很久 那果然也跟我预期的差不多 那所以我相信 你在做的过程中 应该从接触 到这个过程 你应该也有一个心理有数 然后又能够维持到93天 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 没有遗憾了 对老师 我又想起了一点细节 就是说 他肚子里不都是薄吗 浑身不都很硬吗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可能他浑身硬的问题 可能他一个多月之后 一个月吧 就很软了 他身体就很柔软了 这个包 他肚子里边 我能摸到的那些硬块和包 都没有了 都软了 但是他就是 就是体力不行 你看他的症状 所以他没有症状了 我们把他症状解决了 但是他已经很老了 就说这身体的机能 确实是不行了 怎么不弱 他也提不起来这个体力 所以我们也就觉得 他就不行了 可能就是生命到最后了 所以在这样的 一直就是好好的照顾他吧 让他生命最后这一阶段 能没有痛苦 最后安详地走 当时我们做的时候 是有这个准备的 一看他那样就 就觉得不行了 因为看到那个病人 我看的病人也不少 你看确实好像是 这个生命进行不下去了 然后我们心里有数 都跟家属都交代了 都跟家属交代好了 最后就是他没有痛苦 然后家人也都照顾着 也都按照原始点的方法 去照顾他 所以这个阿姨 比较有福报了 他就一直到走 一点痛苦都没有 这个真的很不简单 做到这样 我也是觉得 就是因为通过这个病例吧 就是很多人对原始点的认识 就像我开头说的那样 可能是就是觉得 好了就是成功 如果人走了呢 就是失败 这个人是早晚都要走的 问题是要善走 现在都在研究怎么去治病 让好起来 但是这个要临终关怀 这块好像是还不太 还没到好像没到这个阶段一样 都不太重视吧 正好这个也是 这个老阿姨吧 也是我们比较近的人 所以我们就做了全程的 那个记录 做了详细记录 是 应该是这样讲 我对西医的这些 就是临终的一些治疗 这一部分 因为我早期 我第一个太太也是这样走 我就全程陪她 其实在西医 它症状是用药控制的 从果治病 比如你痛 我就给你止痛剂 甚至严重一点麻痹 你睡不着我就给你安眠药 类似这样 那患者的生命力 在他们这一套的操作下 会很快速的消耗掉 原有的热能 不会像我们这样 我们一直在 不破坏的情形下 一直给他对的方法 包括补充外内热炎这些 西医是没有这些的 然后在走的时候 即便没有痛苦 但有一点 即便没有痛苦 也会昏沉 他们头脑是不清楚的 因为当你吃了这些麻痹 或是怎么样 你昏昏沉沉 怎么死的 可能都不大知道 那用原始点不会 它一路是清醒的 甚至就像你说的 病也没有了 只是体力没办法恢复 那就是我们说的 有热能则生嘛 无热能则亡 最后你会看它热能 一点一滴的消耗掉 然后最后很自然的走向死亡 那这个过程中是平和的 是安详的 那我认为这样 就是原始点 我认为是原始点的成功 也是医学的成功 是这样 就像老师说的 只有走得好 下一次的生命舞台才能更精彩 是 也就是你做得好 你会给他很多 还有一段时间可以准备下一站 有些人走得很仓促 他没办法 甚至他是在痛苦 愤怒 还有很多情绪的波动中 他没有办法放下 然后下一个阶段又准备不好 那去的地方肯定又不是很好 我们从因果来讲应该是这样 就这个定例一开始 我是犹豫怎么能不能分享 其实我就是 就是担心 很多的 现在有很多 他不治病的 比方说做原始点的 他不治病的 我怕他有人会找借口 你看他不也走了吗 好像也走了 但是我们平时遇到的病患吧 就是不是病患 我们也会觉得那人到开走的时候也得走 就是那无疾而踪的不也有吗 所以我觉得很长时间我就 我在犹豫 跟不跟老师说这个病患 这个应该说啊 这个没什么 因为原始点 原始点的医学我常常是认为 它就是一个生命的医学 它不是很那个 就是 就是在探讨生命的过程 它应该是怎么样来让生命 有一个圆满 从生到死 有一个圆满的结束 那这个很好啊 所以本来医学也是求这样 包括西医也是有临终关怀 这一类的 是让他走得好 是人生的严满 不只走得好 不只没有痛 而且要头脑很清楚 这个很重要 非常清楚 一点都不糊涂 是 好 谢谢基春兰的分享 他还在想说 他问我老师可不可以分享这个 我说非常好 因为这是善终嘛 这个多好 想而走的 能够九十几天 那很不容易的 好 那老师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好吗 谢谢基春兰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结束 谢谢 谢谢各位 我们现在预告一下下个礼拜的直播 下个礼拜我们继续乳癌处理教学系列 欢迎大家收看下个礼拜见